其心 大家都读过《华严经》的净行品 要随着文术菩萨教授的人 发赞叹随喜心 那就是清净心 佛佛道通 每个佛 利益众生的范桥方便不同 成佛的道果是一样的 每位菩萨也入世 因为我们对于是非 邪正 都分不清楚 你若学会了用斩叉轮 讲地藏菩萨的慈悲力量 我们就学会了 学会了什么呢 散容其心 斩叉轮 就只当我们散容其心 当我们有怀疑 很多事物决定不下来 用斩叉轮吧 说个简单的问题 当你买房子 这个房子吉祥不吉祥啊 买来对我有好处没有 你也可以用斩叉轮 叠政夫人告诉你 入室告诉你 说你要 投资 投资一笔生意 你掌握不定啊 这个投资下去是赔啊 是正啊 你也可以用斩叉轮 地藏菩萨 告诉你 说你可以 投资 有利息可赚 如果是告诉你 不能够投资 投资下去亏赖 那就不要投资了 像我说这个事 跟修道没关系 或者有的道友疑惑 地藏王菩萨能管吗 地藏王菩萨慈悲 所以这八十九种 在斩叉轮有189种 所以表达的就是这些个问题 为什么地藏菩萨在世间上 也能这样来帮助你呢 使你相信地藏菩萨 见灵入佛道 如果最初不跟你这便一样 你不会信啊 如果是你求什么都告诉你 非常正确 你说地藏菩萨真了不得 那我就一心一力相信地藏菩萨 从世间下 地藏菩萨渐渐就引入你到处世间 从处世间 渐渐就教导你行菩萨道 真正了头生死 要行菩萨道 我想发财 世间财 发了你也得不到 靠不住的呀 让你发三宝财 让你发三宝财 发法财 永远不死掉 所以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 绝 就是这个含义 经常还有这么句话 先以欲勾迁 建令如佛大 众生的境界下 他在无欲 在无欲当中 你如果引诱他 让他学无欲 他就渐渐呢 入佛大了 这时候你再教育他 他就信了 大家看到观世音菩萨 画现的身体当中 有一个跨花篮的菩萨 观世音菩萨有个花篮菩萨 观世音菩萨跨个花篮 故事怎么发生的呢 观世音菩萨画现一个卖花的女郎 当然这卖花女郎 相貌非常美丽的 他在这个矿花卖花 就好多人围着他 不是卖花 贪图他的美散 那么很多人就争 要取他为妻 那观世音菩萨就说了 说你谁要能背的 观神普文篇 我就加给你们 这一来好多那些个秀才 一来就有一二十个人都能背得了 他说那你们这么多人 我加给你们谁 谁一天能背部一佛妙法良好经 就加给谁 这人就很少了 没有了 只有一个 一个学色 他一天背了一佛妙法良好经 他就在接这个卖花女郎结婚了 一结婚呢 入洞房 这个女孩子就死了 于是这个秀才看见 真实无常 这个秀才姓马 故事有名有姓了 他从此发心秀当 这就是佛菩萨在一切法当中 先以欲勾迁 建立入佛道 所以 往往的大菩萨 他随习众生的功德 随他的愿 满足他的愿 在随身上 在随随身上 在随习当中 在随习当中 随习功德的当中 我再举个例子 五代五代三 五代五代三 很多的道友 到五代三共全胜栽的 也有我们经济不宽裕的了 没有钱的 就是我们三系本来是很穷困的了 像特别我们的繁殖县 就我们五代三周游那些带县 繁殖县 这些个经济 那些个能民非常的困难 哪有钱雇生啊 连自己生活都没有办法 我就劝他们 我说人家供的时候 你可以赞叹随习 你惯想 像我自己供一样 赞叹随习功德 我说他的功德呀 也就分了一份啊 你算一文钱没出 那你赞叹随习可以不可以呢 这叫赞叹随习愿 这在我们讲普贤恨愿的时候 讲随习功德的时候 那是随一切众生 所有一边一滴的善事 不是赞叹随习 不是他为什么那么有钱呢 我为什么这么穷啊 这叫嫉妒账奈了 那不但没有功德还有罪 你每次都是避免凝보道 这回� don明 sollte 还有你老板这程 那可越说 这个有移难的 本人 muscular 年显基烤过来